姚华平日里身体娇弱 走路比别人都要慢一些 今天却紧紧地跟着荣华 八妹妹好不容易回来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地说说话 荣华道 陈妈妈刚才带着人打扫了我的屋子 二姐愿意就去我那里坐坐 姚华微微笑了 那自然是好 她已经吩咐丫鬟将果子准备好了 还让乡主摆了棋盘 却没想到荣华却不到她屋里去 又看荣华的表情有些冷淡 心里不由得又沉重了些 两个人进了屋 荣华又让锦绣端了茶 屋子里没有了旁人 姚华才道 我和六妹们去清华寺上香 后来才知道原来八妹妹也去了 八妹妹却怎么不去见见说些话呢 荣华喝了口茶 冷冷一笑 二姐不知道为什么 既然已经做了那样的事 又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可怜兮兮地看着她 之前她怎么就相信 姚华就是个心地善良 清高孤傲的姐姐 怎么就能与她交心 姚华不免有些慌乱 却还是摇摇嘴唇 尽量地镇定下来 荣华佩服姚华 是因为姚华有一颗聪明伶俐的心思 别人看不透的 姚华能一眼就看透 姚华终于道 八妹妹是看见什么了 荣华道 二姐以为呢 姚华道 那本不是我的意愿 我也是吓了一跳 荣华不说话 只听姚华继续说 我和六妹妹在厢房里喝茶 任四小姐过来 要带我一起去赏花 我哪里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意思 荣华冷笑道 让二姐一说 还真都是巧合 前几日我回家的时候 在门口见到 常宁伯府里的婆子 也是巧合 姚华的脸色猛然之间变了 你说的这些 是什么意思 你是怀疑我语 说着她不停地咳嗽起来 这种事如何能乱说 说出去之后 莫说我的名声 我们姐妹都要受到牵连 荣华道 二姐言重了 我不过是说了 常宁伯家的婆子 却没有说到二姐的名声 二姐在荆棘小姐中 素有贤名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 不光是我们姐妹的名声 就是全族小姐的名声 也靠二姐照顾 才能有今日 姚华心里顿时一慌 毕竟这种事若是传出去 她这辈子也就算是完了 荣华这话的意思 分明是看不起她的意思 思乡寿寿 荣华冷笑 当年她的事 姚华还不是想方设法地捅出去 二姐自己做了 怎么就装作无辜的样子 莫非还要都怪在 常宁伯世子身上不成 姚华之前能收手 不过是在家里一辈子 被娘家供养罢了 现在却要如何 不嫁给世子 恐怕就要清登古佛 再说 常宁伯那位世子 正气刚刚没了 还没有脱下重孝 却与人在安里 做起了这种勾当 可见是个什么人 还有常宁伯大奶奶 那样的人 却落得这种下场 笑别人的今日 恐怕将来的结果 未必如人 姚华眼泪一晃 就掉了下来 八妹妹 你是信不过我 荣华冷笑 我不是信不过二姐 只是 二姐不妨再去安里看看 那花树上的花 都被常宁伯府里折了去 听说种那片花树 是为了悼念常宁伯大奶奶 这是二姐看过之后 才轮到大奶奶呢 姚华听得这话 胸口顿时一紧 八妹妹听我解释 荣华看了姚华一眼 二姐不用解释 二姐的手帕 我会帮你仔细收好 微微仰起嘴角 安里的那些姑子 我也交代好了 轻易不会说出什么的 二姐就好自为之 说者就站起身 这件事传出去 常宁伯家 恐怕就会成为笑话 姚华也就成了 闺中的奇女子 与一般的思乡寿寿 又不同了 荣华笑的 二姐放心 我们毕竟 我们毕竟都是 陶家的女儿 姚华脸色 却没有一点的缓和 连自己姐妹都会害的人 怎么也不会去相信别人 只要握住她的把柄 她就会夜夜伤身 一日也不会踏实 八妹妹哪里知道我的苦楚 那常宁伯市子 如何能知道我会去寺里 我一个未出阁的小姐 又怎么能与她传去消息 我早与母亲说过 我只愿意留在家里的 既然都有了这种心思 怎么会与人做出那样的事 荣华 闭腻着眼睛 看姚华 二姐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 姚华怎么也没想到 荣华根本不相信她的话 姚华委屈得眼圈一红 八妹妹是个有福气的 家居那么好的人家 却不知道 我 说着就咳嗽几声 我在家里只是用钥匙养着 还不是个拖累 荣华笑的 二姐是我们陶家的女儿 就算是不出家 我们陶家也会奉养一辈子的 只要二姐心向着陶家 处处与陶家着想 无论是谁 都绝不敢非一半句 姚华手一抖 眼睁睁地 看着荣华走出门去 荣华身影消失不见 姚华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这个把柄 荣华是要赚她一辈子了 不论什么时候说出来 都会让她无地自容 听荣华刚才话里的意思 除非她永远都不嫁人 否则 等到常宁博四小姐嫁去了薛家 万一有什么事 她就要跟着四小姐一起 若是输了 恐怕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可若是不嫁给狮子 这辈子就不可能再嫁人了 家里为了稀释宁人 恐还要将她送到安里去 这一次 真的没有了转环的余地 姚华想着 胸口不停地激荡 忍不住 一阵剧烈的咳嗽 荣华从屋子里出来 又去了老太太那里 走遂两个人说了会儿话 老太太问道 听六丫头说 遇到你也去四里上香 之前请安的时候 都没有提起 最后还是忍不住地提起来 毕竟姚华是在老太太的身边长大的 无论如何 祖孙的情谊都断不了 这样未必是好事 荣华笑道 老夫人在寺里有供奉 年年都要去上香 今年就让了我去 老太太慈祥一笑 那是觉得你是个心善的 才让你去佛祖面前祈福 荣华微微笑了 坐了一会儿 陶正安从外面回来 听说荣华回来了 就换了衣服 也到了老太太屋子里 过了一时半刻 老太太乏了去休息 就剩下父女俩在屋子里说话 陶正安清静地看着荣华 侯爷说没说起顺天父的事 荣华道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要问问父亲 那件事顺天父到底怎么说 陶正安道 陶正安道 顺天福尹夫人没有与你说 荣华 荣华摇摇摇头 逶正安皱起了眉头 荣华心里冷笑一声 一时之间 还不能让他就这样的轻松下来 陶正安道 你还要上着心 这件事只能靠侯爷了 荣华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 起身告辞 辆氏将荣华送上马车 两个人又说了半天的话才分开 马车向前走 春瑶上前道 我问了 六小姐昨天让孟家人接回去了 荣华点点头 春瑶道 大太太还说了六小姐一通 颜华和瑶华去上的乡 出了事 大太太自然要问起颜华 所以她才会提醒颜华 不要带瑶华去私礼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任四小姐先有温泉河的事 后来四世还有了和薛明矮传错情 这样的人嫁娶薛家 站在二房的立场上 不可能会与他和平相处 既然如此 还不如提早防备 出了这样的事 要么老夫人会不想与长宁伯府接亲 要么就算结了亲 任四小姐也不会特别的风光 荣华微微出口气 在马车里舒展了眉毛 春瑶笑道 夫人休息一会儿吧 快到的时候我再叫醒夫人 荣华转头去看春瑶取了垫子过来 等到春瑶将垫子给她垫好 荣华道 大太太没有难为你吧 春瑶摇摇头 没有 只是问我夫人在薛家都做了些什么 还问我那日夫人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压低声音道 我也照冯妈妈说的一样 只是说夫人走在前面 我没有看到 这些话足够了 有些事不用说的那么明显 春瑶又道 府里都在传 大姑爷恐怕病得很重 大小姐也不让回府里来了 春瑶刚说完话 便听外面有人道 姐姐等一下 是洪哥的声音 荣华看了一眼春瑶 春瑶忙打开了乡门 洪哥刚从左翼宗学回来 听说荣华才走不远 妈和小子一起追了上来 荣华见洪哥跑得气喘吁吁 洪哥道 姐姐怎么不等我一会儿 这就走了 荣华道 过两日就要去薛家上学了 到时就能天天见了 洪哥笑笑 能多见一刻试一刻 姐姐不知道 姐姐走了之后 我在家里多没意思 接着又说道 左右也是和家里说了 我就和姐姐到了薛家再回来 荣华又叫洪哥身边的小四来问 家里怎么说 那小四道 姑奶奶 二爷真的与老太太说了 老太太也准了 老太太的意思是让荣华和洪哥走得近一些 想来也没有什么大碍 到了薛家 再打发人将洪哥送回来便是了 荣华这才让下人接着往前赶车 春瑶不好在外面抛头露面 就坐到外巷里 洪哥和荣华说了一会儿的话 又低声道 姐姐知不知道大姐夫得了病 听府里的人说了 洪哥小心翼翼地看了荣华一眼 还是道 父亲让我去侯府探病 赵 大姐夫说 要将姐姐的排位取回来 荣华想要开口 却迟疑了一下 最终 什么话也没有说 洪哥看看荣华 我看着大姐夫的病死是很重 一时半刻是好不了了 赵家也没有让大姐上前去伺候 这里面怕是有了什么事 大姐也不肯说 姓家太太还说 大姐夫请辞了什么差事 恐怕朝廷也会怪罪下来 蔡夫人怎么会和洪哥说这些事 恐怕就是想要洪哥回来说起 好让陶家想办法帮忙 陶家现在这种情况 能依靠的也就是薛家的关系 姐姐 洪哥看看荣华 我也不是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应该跟你说说 荣华转头看洪哥 微微合手 我知道了 洪哥又道 大姐夫还说 要将那件事到底弄个清楚 谁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荣华还是问 大姐夫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洪哥道 不知道是赵家还是大姐 谁也不肯说 不管到底是因为赵家还是舒华 舒华都脱不开这个关系 总归是与陶家的事 既然赵宣华这样与洪哥说了 恐怕整个赵家都已经知道了 赵宣华刚让人将他的事重新揭开的时候 他对赵宣华也十分的感激 也回忆过对赵宣华的爱和恨 后来还是薛明瑞说的了凡四讯 才让他先进重新的平复 与赵宣华的那段感情 随着五小姐已经没有了 对赵宣华的恨意 就算赵宣华没有今天的举动 他也都放下了 到了薛家 荣华领着洪哥去见了老夫人 因之前没有说过 老夫人不由得有些意外 洪哥上前行了大礼 老夫人笑着叫起来 又让李妈妈拿了礼物来 你姐姐说过 你过段时间来进学 我就让人准备出一些东西来 一套上好的笔墨纸烟 洪哥又恭敬地行礼 老夫人道 快别那么多礼 又让李妈妈下去 快去跟下面说了 准备宴席出来 晚上 陶家的哥就在这边吃了 也好都认认亲 洪哥笑着应了 李妈妈忙下去安排 荣华找了机会 让锦绣差人 回陶家说了一声 就说老夫人 留二爷吃饭 吃过饭 就让二爷回去 锦绣刚出去 薛二太太笑着进了屋 我当是谁 原来是亲姐的二爷 正巧了 明儿得了一张宫 家里的少爷们都在院子看呢 二爷也去那边玩吧 洪哥看了一眼荣华 薛老夫人道 也是了 好容易来一趟 省得在这里居着 就去玩 有什么打紧 明儿今天在家里 就让明儿照看着 荣华笑的 那我就去带洪哥认认 荣华带着洪哥 去将人都认过一遍 洪哥是个不拘束的 男孩子之间又好相处 很快就融了进去 薛家子弟 走的都是武将的路子 洪哥习武多欲闻 平日里在陶家 也不得他看这些 进了薛家 看到薛家子弟 将那宝宫又说的是 头头使道 顿时羡慕得不得了 因洪哥要与七爷薛明哲 一起进学 荣华特意将两个人 领在一处说了会儿话 两个人年纪相当 都又有过相同进学的经历 全都不喜欢博士枯燥的论讲 一时之间就找到了 共通之处 等到薛明瑞回来 才正式摆席 薛明矮又将宝宫给薛明瑞看 薛明瑞道 是张好宫 薛明矮没说什么 薛二太太笑着道 是庄亲王爷送的 原来是庄亲王爷 怪不得会将宫拿出来 给家里的兄弟们看 荣华看一眼老夫人 老夫人只是淡淡笑笑 并没有其他的话 薛二太太 似是有几分的交集 想来 常宁伯府的事 老夫人是跟二太太说了 马上要开宴 老夫人笑道 让人点了花灯 给你们寻些彩头才好 薛二太太笑道 你好是好 可都没有让人准备呢 老夫人笑笑 也没什么好准备的 我记得去年元宵的时候 你张罗着 要请亲族立的小姐们 写灯谜 可有这件事 荣华听了 拿着茶碗的手一顿 去年薛二太太去陶家 让她和姚华写些灯谜 说是要元宵灯会用的 原来并没有办成 她明知薛二太太 并不是为了灯会 荣华看向薛二太太 薛二太太脸色细微的一将 立即道 是有这件事 可是那几日忙得脚不沾地的 半来半去也没办成 老夫人笑道 我的意思是 择日不如壮日 写这些东西也没什么难的 家里不是还有家里人吗 吩咐他们写些出来就是